德国外长安纳莱纳·巴尔伯克周四表示 这期外长将讨论如何结束对乌克兰粮食的封锁 使其能够出口到世界各地 巴尔伯克说 鉴于这场粮食危机 这种任性意味着我们要尽一切努力 作为国际价值伙伴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 如何解除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粮食封锁 如何将粮食运输到世界各地 据外交部长称 乌克兰奥德塞港口目前有2500万吨粮食受阻 这意味着世界上数百万人急需粮食短缺 尤其是非洲国家和中东地区 乌克兰战争导致全球股物 食用油、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 联合国机构警告称 价格上涨将加剧非洲的粮食危机 巴尔伯克说 会议还将讨论摩尔多瓦的局势 那里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